大家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ABC珠是一個矩形 有沒有 其中線段珠一會垂直L BF會垂直L 矩形可見這邊都是什麼角 直角嗎 這樣行不行 在屏幕說什麼 AF的長度是幾 7 好不好 A1長度是幾 2 這段長度是7 這段長度是2 求AC.AF怎麼算 限量AC.誰 限量AF 來 問題來了 限量AC. 限量AF怎麼算 這題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AC.AF 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AC.AF 老師我知道把限量AAC的長度 乘上限量AF長度 再乘上這兩個夾角 是不是就出來了 問題是這兩夾角 好不好算 不好算 對吧 那這裡怎麼算 麻煩一件事情 OK 讓你看一下 什麼叫AC 其實老師的AC 老師可以把AC分解成AB 加BC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時候直接去求AC 斷成AF 好不好算 不好算 所以說把AC分解成AB加BC 這樣行不行 好老師想請問一下 其實 OK 什麼叫BC BC其實就是誰 A珠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你把AB加A珠 斷成AF 好不好 那其實內積就好像數學稱法公式一樣 它具有分配率 對不對 所以一個一個把它加 把它算出來 所以AB 斷成AF 加上A珠 斷成AF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算出來是AB斷成AF 加上A珠斷成AF 這樣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其中 AB是這一段 倒成AF是這段 老師問你這兩段內積怎麼算 老師把這夾角叫做C1 好不好 所以說它寫出來 它可以項量AB的長度 乘上相量AF的長度 再乘上C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它等於相量AB的長度 好不好 乘上相量AF長度 乘上C1 這樣行不行 其中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是一個直角 對不對 屏幕說這邊是直角 所以說老師問你 這是AB 相量AB 你看這一段 AB的長度乘上C7 AB的長度乘上C7 可以視為AB 投影在這一段的投影量 對不對 所以AB的長度乘上C7 高二年級 AF 對吧 所以要寫出來 再製成相量AF長度不動 所以AB的長度乘上C7 這段 卻乘上C7 剛好是B 投影下來 這段投影一樣的事情 線端AF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再加上後面這段 AB.AF 一樣 AB.AF 你看哪一段 AB是哪一段 AB 抱歉 A出.AF A出是這一段 然後 DOT AF DOT這一段 所以A出.AF 我把這個夾角叫做C2 這樣行不行 所以A出.AF 它的A出的長度 乘上AF長度 乘上cos C1 這樣行不行 那一樣 你看一下 我們A出 乘上cosC1 把這A出的長度 乘上cosC1 乘起來 也就是A出這段 投影下來 這一段的長度 對不對 也就是A出 投影下來這段長度 A1 但是這什麼腳 順腳 所以投影下來是什麼號 負號 所以說老師問你 這時候 相量AF 動 所以 相量A出的長度 乘上cos 保險後 這叫C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 相量A出的長度 是這一段 可不可以 乘上cosC2 也就是A出 投影過來這段長度 是誰 A1 當然行不行 但是這時候是 負的 所以說 乘起來是誰 是負的 相量A1的長度 行不行 因為cosC打數 是什麼叫 順腳嗎 所以說這時候 什麼號 負號 負的相量A1的什麼長度 這樣行不行 好 那題目說什麼 F長度 17 17 19 請到 F3 A1 F17 A1 12 所以 存起來自己 14 19乘3 14 存起來自己 345 就出來了 OK 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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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18 1 200 1 7 1 2